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走了 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下班了 但是他昨天真的出现了呼吸困难 他这个情况 他没有办法呼吸了 还有很重的 那真的到了那么严重的话 那模样搞 没有办法 我只能跟你打没有办法 你打到哪个医院去都是没有办法 你都是一样的 没有办法 那总要有一点办法 那你这边已经管控了 啥医院的也搞不了了 这个医院也不行 那个医院也不行 那模样搞 我别不说办法来 只能等电话 一旦有床就通知你们 那什么时候才能有床呢 不知道 你不能我没有办法跟你确切答复 我给你答复都是不负责任的 我知道你们前段时间也是跟我打电话说 那个叫什么 还是要等通知 说那个什么东西 只能等通知啊 但是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天了 还是只能等通知 你在里面住进来的人 不是一个两个 一个月能出得去的 只能等扩建你们再进来 那啥时候 或者去医院承建号 那啥时候扩建呢 你问我 我没有办法答复你 我们都是一样的 没有办法 那这个排队打针 这个情况就不能 人都没有 还排队打针 能排队打上针就不错了 上班的人都没有了 病的病死死 还排队打针 能够解决什么 能打上针就不错了 现在 我们户都被关进去 几个个隔离了 还不有人回家隔离 有个户长都住不进去 先拆酸 能舒服一点 出来打针 打完针回去屋里降温 盐水漱口 现在只能这样子 盐水扇一扇 只得盐水扇你 好不好 好